大家好,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巴胜的PLAY CLAN COSTHOUSE 你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是凯恩 我是陈明俊 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一栋战情的建筑物 凯恩,你知道吗?这里建立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啊,这是一栋老屋嘛 那它是翻新过后呢 老板是希望以汽屋信用的概念来提倡 让更多的人知道老屋的价值 没错,而且这里的目的是为了让巴胜看到全世界 也可以让全世界看到巴胜这个地方 为什么你也这么说呢? 因为这里是共享空间 它的共享空间是可以开放使用空间 就是让这里的旅人还有当地人可以做更好的交流与互动 其实啊,这家COSTALE是全马首家的COSTALE 为什么它那家COSTALE呢? 其实顾名思义啊,就是结合了COL WORKING SPACE 也就是华文说的公共工作空间 以及内包旅馆 也就是HOSTALE的结合 所以名为HOSTALE 那它的位置呢,其实是很方便的 它对面呢,就是我们巴胜的火车站 所以你要去哪里都是很方便的 这里的位置是非常的好 凯恩,我想问你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有感觉是什么呢? 这里啊,它的灯光什么都很温和的灯光 我觉得好像有家的感觉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墙上跟楼梯 我看到他们特别的摆放风格 没错,我们这里可以很好看到 这个就是中国酒店 然后这里是我们的法神港 然后这里也是Spiderman还有猴子 其实这些都是那些绘画老师 叫他们的儿童来做这些话 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做的是 很有趣很好看的 我们今天主持就到这里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